Nithia Nam,大家好,我是Manithi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近世界来临之际,想要跟大家继续的讲解 我们的师徒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供奉师父要表达对他的臣服和爱 有一些新人不太了解的会问 为什么印度教要顶礼膜拜这样的所谓的神明 为什么要让自己臣服于他 首先我们膜拜的不是一个跟我们有区别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上师是我们最终极的化身 所以我们膜拜的是自己的最终极的版本 自己最终极的可能性 这个自己的最终极的意识开悟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印度教的这个顶礼膜拜 并不是要让自己低人一等 而是知道自己最高的可能性 通过对他表达爱和感激 能够实现于他的合一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了解了开悟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了解了上师的真实的身份的基础之上 才会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同时我们为什么要表达对上师的臣服 有很多人在听到臣服之后就说 我要把自己缩小 把自己降低 要把别人抬高 并不是这样的 在印度教我们臣服于上师 是在最高的认知的基础之上 知道他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可能性 他就是我自己 在这个基础之上臣服于他呢 我能够放下自己心中所有的无力感 对自己低的自我认知 能够承认我更高的可能性 这个是我们在印度教臣服于上师 最终极的背后的科学的意义和灵性的意义 他与我们字面上所理解的这个低自己的身份一等 而完全相反 是臣服于自己最高的可能性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了解这些印度教的科学呢 能够知道上师存在的最终极的意义 他的存在并不是告诉我们他是神明 他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神明 仅此而已 所以呢在印度教的教学 我们从来不会看到师父说你必须要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师父从来都不说 不会去这样要求我们 或者控制我们的行为 他只会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 去自由发挥自己的强力的认知 去探索人生 探索生命 这才是给我们最终极的 可以说是解锁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自由的 强大的生活在人生当中 这才是上师的身份 所以呢当他宣称自己是Parmashiva 自己是最终极的神明的化身 自己是上师的时候 他是在告诉我们 你也是 你也是Parmashiva 你也可以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通过了解 印度教的这个师徒关系的背后的科学呢 能够感受到我们有上师的珍贵 也能够感受到上师对我们爱的 无限 所以呢在这个静师节的 吉祥的来临之际呢 让我们都一起表达对上师的感激 在7月3号呢 我们在班加罗尔的寺庙呢 可以供奉师父的 有莲花族裔的供奉 以及台乘仪式 大家也可以通过呢 去支持凯拉萨的事业 表达对师父的感激 所有的这些的参与方式呢 大家可以跟马凯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李天的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